字幕君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现在是2023年的1月13号 欢迎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这个很久没有讲 这个鸡蛋的问题的话 这一期我们专门来outtake一下 这个鸡蛋的问题呢 不要小看这个鸡蛋啊 鸡蛋会导致马来西亚王国啊 就是王国跟你讲啊 如果不是王国呢 就是导致团结政府倒台 整个政府collect整个政府倒台 就是这么严重 你一粒鸡蛋都解决不好呢 你干什么政府是不是 因为鸡蛋涉及那个粮食安全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全国人呢 那粮食安全出问题 你讲王国不王国啊 你政府呢 鸡蛋处理不好呢 你讲这个政府还有用吗 对不对 那么鸡蛋的问题呢 在马来西亚现在呢 是越演越烈啊 是越来越恶化啊 它没有变好知道吗 那现在吃什么蛋知道吗 吃印度蛋知道吗 吃export进口蛋啊 那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 如今的情况呢 是本地的这个荡农呢 已经成为超高风险行业 那么荡农呢 就是养鸡来生蛋的那些农民呢 已经变成黄昏行业 西洋行业 一个彻底被摧毁的行业 那是很简单的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呢 如果你想摧毁一个行业很简单的 你只要让这个行业呢 5年不起价 10年不涨价 15年不涨价 这个行业呢 必然被你摧毁 毁到干干净净的 那很简单的嘛 好像你 好像你现在呢 现在你一个月呢 你做3万块 5年之后 还是做3万 10年之后一个月还是3万 15年之后还是3万 20年之后还是3万 20年之后你一定破产 肯定破产 因为什么 那个通货膨胀吗 我们的经济呢 是不断的向上升的嘛 你现在3万块呢 哎呀 绰绰有余啊 过得很舒服啊 赚很多钱了 20年后你才赚3万了 破产跟你讲了 你一个月的开销 永远超过3万了 对不对 所以政府要摧毁一个行业呢 就是让它永远不涨价 其实马来西亚的鸡蛋问题呢 很容易解决的 那么这个呢 就涉及呢 政府的那个体制跟体系 政府只要把这个上面那个帽子拿掉呢 就解决了咯 但是拿掉上面这个帽子呢 就会导致马来西亚亡国跟你讲啦 不是开玩笑啊 因为这个动了呢 马来西亚的那个国之根本啊 动了马来西亚的体系啊 所以呢 这个鸡蛋的问题呢 我们就挑战 团结政府呢 敢不敢去动马来西亚的这个体系 他敢动的话呢 他可能会有一线生机 他动了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线生机 不动的话呢 鸡蛋问题解决不了呢 这个团结政府呢 不知道能够生存多久啊 来我们来看一点点的新闻啊 鸡蛋取代本地鸡蛋大马蛋龙呢 将面临破产 就不能做了咯 因为马来西亚的鸡蛋呢 顶价上面那个帽子呢 一粒四十一仙嘛 四十一仙呢 现在是亏本卖 绝对亏本不是亏很少 是亏很多 亏本生意没人做 亏本生意做不下去 这个四十一仙呢 讲起来啦 那个不知道几十年前啊 可能二三十年前啊 老马的时代的价钱啊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咯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海归时代 老马时代啦 海归时代啊 阿丁时代啦 现在是那个所谓安华时代了咯 那个怎么价钱还是一样的 叫人家整个做下去不是 一定是完蛋了 整个行业摧毁是 那么马萨布跑到印度去检查 印度的鸡蛋到底安全不安全呢 虽然印度的鸡蛋进口呢 暂时解决了这个大马的鸡蛋危机 暂时是你是可以买到 大鸟的印度鸡蛋卖五毛钱嘛 虽然是解决了问题呢 但是呢 同时呢 摧毁了我们马来西亚的所有的蛋龙 所以人家只能够转盘咯 不要这样悲观了 等下后面 后面讲一些解决给你们了 所以蛋龙呢 看见政府要进口呢 当然最生气的就是他们咯 哇老喂 我养的鸡蛋 养的那个蛋鸡卖鸡蛋卖一辈子啊 你政府跟我来进口啊 政府一进口他们就完蛋了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 魏家乡必须出来讲话 因为他的 损区呢 有100多家的那个养鸡 就是专门养鸡蛋的 所以魏家乡呢 其实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那个顶价呢 拿掉 就是鸡蛋呢 不应该再列为统治品 就是把这个鸡蛋的顶价拿掉 那么这一个呢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这个也就是问题的关键 就是鸡蛋的价格呢 是被政府控制的 他不可以超过那个帽子 他上面那个顶价 那个天花板 他一超过政府就抓 所以整个行业怎样做下去 他现在是靠补贴吗 你一直补下去呢 也不是办法哦 那个一直补下去也没有用哦 那现在人家要的呢 就是自由浮动价格 回复那个market的价格 回复那个正常经济的价格呢 这些蛋龙呢 才能够生存下去哦 移除顶价呢 让这个鸡蛋呢 恢复自由的价格呢 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只是那个B40吧 测评跟B40 要解决这个问题咯 你不如直接 魏家乡的建议就是呢 你不如直接一年呢 你给那个B40呢 200块的cash 直接发那个援助金 200块给你们买鸡蛋 应该给240啦 一个月 20块的那个鸡蛋 应该你每年给一笔援助金呢 给那个B40去买鸡蛋 这样就解决那个问题了嘛 是不是 不要因为呢 你为了那个B40的损票呢 你要拖累成果啊 然后导致呢 所有的M40买不到鸡蛋 T20也买不到鸡蛋啊 然后也导致呢 我们的这些鸡蛋龙呢 全部破产 整个行业呢 被你摧毁 所以要 所以你还是 还是派钱给那个B40呢 给他们去买鸡蛋呢 去解决整体整整条产业链的这个问题 才是实际啊 那么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那么这个蛋龙怎么办呢 那么这里就讲了 那种被列为统制品的那个鸡蛋呢 我们叫做政府蛋嘛 那政府管制的蛋嘛 现在印度进口的还是属于政府管制蛋 它强制卖五毛钱 那么统制品的蛋呢 它强制卖41C 它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有时候低一点点 那个是政府蛋 那么这个蛋龙 蛋龙现在要生存了怎么办呢 除非你不卖政府蛋咯 像我们去supermarket 我们看见吗 那个鸡蛋有分为统制品蛋 就是政府蛋 那个价钱是受控制的 另外一种呢 是不受控制的 那个是自由蛋 OK 那种叫自由蛋呢 自由蛋就是营养蛋 那么在这里呢 给各位观众的那个饮食建议呢 就是啊 实际上呢 人家 如果你蛋 蛋对蛋来比呢 你会发觉那种呢 营养蛋呢 哇好像贵很多 那个三十粒呢 那三十粒这个铜制品蛋呢 它大概是13块 10到15块 这样子的 印度蛋是15块 6毛钱是三三十粒15块 那么你买那种营养蛋呢 营养蛋呢 最多22-23 多它一个7块钱 三十粒蛋最多多它一个7-8块钱 最多它讲到很有营养的 吃了贵重cancer的那种 那种呢 大概就是它的一半的价格 就是你吃一碗 碗碳鸣的价格 你吃一碗碗碳鸣的价格呢 你会吃到更有营养的蛋哦 那么现在这种政府蛋呢 如果那些蛋龙呢 它的心呢 足够黑的话了 它足够黑呢 它就去买那种很便宜的料 给鸡吃咯 吃一下呢 全国生cancer咯 那个整个医院呢 整个政府医院的人通通生cancer 那种cancer的人等下 比中covid的人多 它如果它足够黑心的话 那这种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蛋龙 应该做不下去了 它料可以买很便宜的 那种很毒的料 全部给鸡吃 鸡吃就蛋分出来 那全部的人民中cancer 是不是 但是人家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嘛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 唯一的方法呢 你就是你开放那个鸡蛋的价格 人家去养 你看现在呢 不受政府控制的蛋呢 他们养的很好的哦 给很好的料吃的哦 有些真的是 那个真的是给那个鱼啊 什么 有些给很好的料的 它的那个鸡蛋呢 它有一种鸡蛋叫 鸡蛋 鸡蛋吃了 不会生cancer的 那个里面有鸡蛋的 它可以挑战你 你可以拿去 鸡蛋 鸡蛋不够你就来告我 还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鸡蛋 而且现在营养鸡蛋呢 实际上它只是比政府蛋呢 贵一点点的价格不是很高 一般的人都负担得起 一般的人都负担得起 那么就要知道鸡蛋是吃进我们身体的东西啊 你说自己吃便宜鸡蛋就算了 你的孩子 你的老婆 你的父母呢 尤其你的小孩子 小孩子 你从小吃便宜鸡蛋嘛 小孩子你要给他吃那个有营养的蛋嘛 所以这些营养蛋呢 它的价格不受政府控制呢 哎他们就活得很好咯 天天都有货咯 你天天去吃宝卖市看呢 那些 Omega蛋啊 Selanium啊 那个什么Nutrition啊 这些啊 那个巴萨那种 马草蛋啊 甘泵蛋啊 什么什么蛋啊 这些蛋通通都有货的 就是政府蛋呢 没有货 所以政府蛋呢 就搞垮了 整个行业呢 就因为这个统制品价格呢 被搞垮了 所以呢 你真正要解决问题呢 很简单罢了 就是这个统制品的这个 体制跟体系呢 你要重新改掉啊 他又怕咯 他说把这个东西改掉呢 他大损就输了咯 所以 这个就是那个两难咯 所以就看 现在就挑战传接政府咯 你一旦你移除了鸡蛋的统制品价格呢 你就等于呢 跟老马定下来的那个体系 跟那个制度呢 宣战咯 一就是因为你移除了这个价格呢 人家不投票给你 你倒台咯 二呢 就是呢 马来西亚被改革咯 因为你改革了鸡蛋呢 整个体系呢 老马的体系被你真正的被你改革掉咯 大马呢 会走出一个纯新的春天 走出一个纯新的高度咯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要小看那个鸡蛋啦 淡淡的忧伤 淡淡的悲哀 淡淡可以导致政府倒台 淡淡可以导致 就是国家王国 为整个体系的崩溃 至少呢 现在整个行业已经崩溃 整条产业列已经崩溃了 这个整整个那个蛋龙呢 现在叫人家怎样活 现在马币跌成这样子 马币现在涨了 涨了还是不够的 涨回430呢 还是亏本的 以前是420就已经亏本了 420进口那个料呢 就已经亏本了 现在430还是没有用 那人家卖力当还是亏本 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人家就不要严了 那整个行业就变西洋行业了 以后呢 只能够吃印度蛋 只能够从外国进口 对不对 所以呢 团结政府 求在他们的脚下 蛋在你们的脚下 就看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个蛋 好了 上次韭菜人生跟大家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